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我是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財富調查組警司周長友 在我身後的兩位就是我組別的同事 以後來我簡介一宗高等法院 之前所頒的一個沒收令的裁決 這個裁決是將7000萬港幣的犯罪得益 是沒收的 而這個沒收令是涉及一個在2019年 反修例示威活動中的一個籌款平台有關係的 在2019年6月開始 一個籌款平台就在香港 以支持示威者的一個名義或者旗號 積極用不同的社交平台向公眾籌款 而這些籌得回來的資金 聲稱是用來支持當時的反修例的遊行活動 或者示威的人士的 那警方其後在調查裏面就發現 在2019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間 這個籌款平台 總共籌到大概是港幣8000萬的一些款項 而這些款項就進入了一間私人公司的銀行帳戶裏面 分析了這個銀行帳戶裏面的一些情況之後 我們發現它的用途 和它聲稱的用途是背道而止的 另外我們更加發現到其中有一些資金 是用來買私人的保險 用來找私人的信用卡的欠款 還有很絕大部分這些款項 是嘗試從這些戶口裏面提走的 因此我們警方相信有人 是利用這個平台涉及一些洗黑錢的活動 所以在2019年的10月份 我們是採取一個拘捕行動的 當時是以處理以資道或雙上圍 從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即是我們俗稱的洗黑錢罪 是拘捕了三男一女 當時也凍結了其中兩名被捕人士 總共涉及7千萬港幣的財產 其後其中兩名被捕人 在2020年和2021年的期間 分別潛逃離開了香港 因此警方根據香港法例455章 有組織及嚴重罪案條例 第八條向高等法院申請一個沒收令 經過聆訊之後 今天高等法院正式頒布了這個沒收令 沒收了接近7千萬港幣的犯罪得益 警方不時都發現有人利用眾籌 或者網上籌款 利用市民的誠心是募捐的 但是他們往往的用途 和他們所說的募捐的原因是不一致的 這種行為有可能已經涉及干犯了 盜竊罪條例裏面的欺詐罪 一經被定罪可以判監14年的 另外如果任何人明知道有關的款項 和唯有有關的財產是和一些犯罪得益有關 但仍然去處理一些這樣的款項的話 也有可能是干犯了洗黑箭罪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案條例 一經被定罪可以被監禁14年和罰款500萬 警方藉著這個機會想呼籲市民 如果在公眾渠道收到一些 所謂募捐的一些籌款的呼籲的話 應該小心去釐清一些背後 呼籲捐款人或者組織的背景 有可能都嘗試去理解 或者認清了他們使用資金的用途 避免受騙的 如果有什麼懷疑的話 我們是希望市民 就順快向警方舉報的